我们回到5年前 当时最顶级的消费级CPU是什么呢? i7 4960X 它有几个核心呢?6个 5年前我们觉得6核已经是顶级了 毕竟从4核到6核我们用了整整4年时间 而从6核到8核我们又用了4年 那么从18核到32核我们用了多久呢?一年 为了做一到这一点 你得感谢AMD给我们带来全新的TR2990WX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这个32核的怪物到底有多牛逼吧? TR2 2990WX一到手就让我震惊了一下 新的包装棱角分明真的蛮酷炫的 如果说上一代是小电视的话 那么这一代的包装盒就是大宽屏了 搞不好还支持FreeSync呢? CPU本体TR2仍然是消费级力最大的 正所谓巴掌大的CPU嘛 由于CPU的接口没有更换过 所以之前就在使用X399的用户可以直接升级到TR2 像我们这次的测试平台 就仍然使用了技嘉的AORUS GAMING 7 只要升级一下BIOS就可以支持2990WX了 内存我们这次使用了影驰名人堂的32G4公道 频率设定在了3200C14 由于采用了三星的B带颗粒 所以说内存的性能和兼容性都不错 散热器我们使用的依然是海盗船的H115i水冷 肯定有观众要问了 为什么你不用酷冷的TR原装散热RICE Ripper呢? 那个外观确实是挺酷炫的 但那其实也不是原装的 也是要另外购买的 那我们就不破费了 显卡采用了影驰名人堂的GTX1080Ti 而电源仍然是海盗船的HX1000i 首先我们来聊一聊这颗2990WX的内部结构 32核64线程我们早就知道了 但是这32核是怎么做到的呢? 很简单 我们知道线程撕裂者是从AMD的服务器平台 Epic骁龙阉割而来的 但我姑且把它们都统称为巴掌处理器 一片巴掌处理器上有四个带 每一个带里又有两组CCX 也就是八个核心 那么完整的规格就是32核 所有的巴掌处理器的物料都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AMD怎么做出区分呢? 当然就是适当的关闭一个两个三个带了 比如说1900X就关闭了三个带 只用一个带 所以虽然说它的规格和Ryzen 7一样是8核的 但是它的原料其实是很足的 同样上一代旗舰16核的1950X开启了两个带 而今年24核的2970WX则是使用了三个带 那么聪明的小朋友告诉我 32核的2990WX开启了几个带? 4个! Bingo! 回答正确 那它是不是完整规格 没有阉割过的呢? 没错 嗯嗯 回答错误 别看2990WX有32个核心 它其实并不完整 因为它相比Epic有一个地方缩水了 那就是内存通道数量从Epic的8通道缩回了4通道 听起来没什么大不了的嘛 4通道用起来也没什么问题啊 哎 我给你来讲讲其中的道理啊 完整规格的Epic是这个样子的 4个带 32核 每个带上都提供了独立的双通道内存控制器 那么4组加起来就是8通道 对吧 对于1950X和2950X来说非常好办啊 直接拿走两个带 就可以了 哎 你看这4通道内存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对于2990WX来说就有点麻烦了 32核意味着4个带都得开着 但是X399主板又只支持4个内存通道 所以说多出来的那另外4个通道我们就只能砍掉了 也就是说2990WX有两个带是完整的 还有两个是不完整缺少内存控制器的 那么这两个不完整的带 如果要和内存通信的话 就得先走IF总线 借到另外两个带 再从这两个完整的带去读取内存 这就会造成额外的内存延迟 在最理想的情况下 程序优先使用两个完整的带 只有负载比较大的时候才会体现出劣势 但是我们的程序可没有那么智能 专门为了你这个天选之子做优化 抱歉不存在的 所以说2990WX的内部很可能是会堵车的 其实2990WX的结构 非常像集成在一块处理器上的四路处理器 你打开了任务管理器之后 可以切换到NUMA节点 NUMA是多路服务器平台上才会见到的 它本来是用来帮助多路处理器之间协调内存分配的 而2990WX由于内部结构的特殊性 导致系统很多时候只能把它当作多路处理器来用 只能采用NUMA 说通俗一点和难听一点就是这个胶水四合 与此不同的是 1950X和2950X由于两个带都有自己的内存控制器 不需要通过IF总线来进行内存通信 所以系统仍然可以把它当作单科处理器来对待 可以自由选择NUMA或者UMA 这样效率上往往会更高一些 那么2990WX的这种问题反映到实际性能中又有多大的影响呢? 多出来的这16个核心能不能抵消内部结构的劣势呢? 我们往下看就知道了 讲完了特殊的内部结构 我们还是把2990WX的规格总结完了 某种情况下 实测32核加速频率 最高可达3.4G以上 单核最高4.2G 64M的3G缓存 12nm工艺 TDP为250W 不仅体型大 里面的规格也是大上加大 这样一颗史上规格最为恐怖的消费器CPU 跑起3D渲染来 自然是毫不费力了 你看这个R15的渲染过程简直就是种享受啊 哇 太爽了 呵呵呵 呵呵 不行 再来几遍 诶 默频下的R15成绩可以跑到5161分了 要知道上一代的1950X和7980XE还在3000分档徘徊呢 2990WX直接暴涨了53% 这个增长幅度实在是太吓人了 而在其他3D渲染项目中 2990WX同样也有非常优异的表现 比如说在Corona渲染器中 2990WX相比7980XE领先了45% 相比1950X领先了80% 而在Vray渲染器中 2990WX比7980XE快了22% 比起1950X则快了70% 2990WX的3D渲染性能可以说是傲视群雄啊 同样的在AMD的传统强项CPU-Z中 2990WX有非常优秀的表现 单核比较惨 但是多核的16728分 已经把1950X和7980XE甩开了一倍了 此外在7DAP的压缩设计中 2990WX的压缩成绩很一般 但是解压成绩相当的不错 综合分仍然是最高的 至此2990WX的优势项目就全部讲完了 各位A饭可以关视频了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劣势项目 首先最最让人吃惊的就是Handbreak的视频转码测试了 我们印象中这个视频转码应该是Ryzen的强项 吃满CPU了 但是由于英特尔阵营有着非常强的AVX性能 所以在Handbreak中无论是H.264还是H.265 i9 7980XE的优势都非常明显 而2990WX甚至还不如自家上一代的1950X 这就有点过分了 我们看一下占用率可以发现 在进行转码的过程中 有一个节点是全程满载的 另外三个波动比较大 而在转码的过程中是没有办法利用完整个CPU的 再把目光放到Solidworks的测试中 注重单核性能的Solidworks 2018 明显在高频的英特尔平台上表现得更好一些 线程撕裂者在配备了四通道内存的情况下 Io表现相比Ryden 7进步了许多 但是仍然和英特尔平台有一些差距 至于Adobe全家桶 2990WX同样也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 在所有的项目中均为垫底 表现反而还不如Ryden 7 2700X 我们也单独的测试了一下Lightroom Lightroom对于内存的吞吐量非常巨大 所以四通道内存的7980XE和1950X的表现 都是非常优秀的 但是同样是四通道内存的2990WX 却比同门湿地1950X漫了整整一倍 表现甚至还不如双通道的8700K 这就反映出了2990WX结构上的劣势了 把两个带上的内存控制器砍掉 转而绕到IAF总线 大幅地增加了内存延迟 这在平时可能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一旦运行内存敏感性的程序 2990WX就当场去世了 Lightroom测试中的异常占用率波动 正能体现出这一点 你可以理解为CPU坐着坐着就得停下来等一等内存 同样的在Win2A2的解压速度上 2990WX也是惨败给了7980XE 就连3DMark这样的Ryzen传统强项 2990WX都表现糟糕 仅仅和2700X同一水平 更不用说代表了单核性能的SuperPile 妥妥的垫底呗 ID64的内存与缓存测试 2990WX倒是表现得不错 说明内存控制器本身还是有进步的 但是很可惜 AMD辛辛苦苦做出来的内存控制器提升 被强行绕一下路就体现不出优势了 常规测试的最后 我们来看一看游戏 你当然可以说没有人会为了游戏去买TR2 但是这个测试还是要做的 首先是孤岛惊魂5 然后再来看一看刺客信条起源 接着是战第一 还有CSGO 这个成绩你们都看得懂的 我就不多说了 包括你看孤岛惊魂5的CPU占用率 也能说明一些问题 其实对于内存上的问题 AMD自己也是有点逼述的 所以他们在Ryzen Master里面 特意打造了一个游戏模式 打开这个游戏模式 2990WX就会关闭三个带 摇身一变成为一颗2700 内存也会缩减到双通道 这样一来 顺利的解决了内存延迟的问题 而且也变相提高了一点频率 所以几乎在所有的单核敏感型应用里 都有相当不错的进步 比如说Lightroom进步到了8700K的水平 游戏就更不用说了 孤岛惊魂5直接暴涨144% 刺客星鸟起源也有51%的进步 占第一也回到了2700X的水平 至于CSGO呢 哈哈哈哈 虽说2990WX开游戏模式 感觉就好像是花14000 去买了一个2000块钱的CPU一样蠢 但是如果你真的不小心买了2990WX 又真的不小心要玩一下游戏的话 那你还是老老实实的开启游戏模式吧 毕竟不开真的没法玩啊 不过2990WX的温度表现还是非常让人满意的 我们用H115i水冷来压制 由于面积超大 热源非常的丰散 再加上千亥导热 所以即便是在FPU烤机的时候 也仍然能控制在70度以内 温度表现远远好于英特尔平台了 就算是不掉用AVX的Linx烤机2990WX 也能保持在60度 和隔壁的规矩U对比一下也还是很不错的 不过功耗表现就没那么好说了 毕竟是32核的怪物 FPU单烤下的平台功耗已经达到了398W Linx的功耗更是来到了403W 单U抹平300W完全不是事儿 这么大的功耗辛苦的还不止是电表军 你看我们烤机的时候 主板供电的温度 我们这还没超频呢 就已经超过110度了 如果供电过热的话 CPU的烤机频率也会这样大幅的波动 所以之前的测试中 我们就不得不去增加几个风扇 构建一个合理的机箱风道 以保证稳定的供电 然后再进行测试 如果关靠冷排那点风的话 你是不一定能保持住默频的 不过我们极客观做PC的评测 有一个原则 就是一定要榨干产品的每一丝性能 那我们这次的目标是什么呢 当然是全核心4.0了 给Ryzen超频现在是很方便的 官方的Ryzen Master软件就非常好用 我们可以先拉到全核3.9G 电压给个1.15V 然后用自带的压力测试工具来检验一下 好像没什么问题嘛 那我们可以继续加压 电压加到1.175V 上4.0G试试看 这个自带的压力测试也能通过 但是实际的电压 你们可以看到已经标到了1.26V以上了 远远高于我给定的电压 此时我们来跑一下25V 诶 看来这个电压好像还是不够 那我们就继续提高到1.18V的样子 再来跑一下25V 这个时候实际电压已经接近1.3V了 然后 呃 这和刚才又不一样了 刚刚明显是电压不足 但这一次直接就黑屏断电了 这有点吓人 容我先调查一下是怎么一回事 3.28AM 我大概知道是什么情况了 我们的电压一旦接近1.3V 就会直接断电 那应该是我们的主板供不上电了 1.3V上4.0的话 单CPU500W应该是有的 我们就不要为难这块主板了 稍微降一点电压到1.175V 实际应该有1.28V 再来运行R15 哇 这一遍跑得好像很顺利 最终成绩飙到了6110分 你知道吗 5年前的顶级CPU才刚满1000分 按照这个节奏 明年R15破万简直不是梦 除了R15之外 Corona的成绩也轻化到了37秒 而Vray的渲染时间也缩短到了21秒 8700K渲染1分半的东西 你只要渲21秒就够了 CPU-Z就更不用说了 多核都快破2万分了 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当然跟着性能一起狂飙的 还有你的电表 你看看 这个R990 WX 可以满足你对核弹的一切幻想 但如果你还想再活500年的话 其实也可以不用那么激进嘛 AMD在Ryzen Master里提供了 Precision Boost Overdrive的选项 也就是精准加速模式 可以帮助你轻松的完成超频 你所需要做的就是控制PPT TDC和EDC这三项 分别代表了功率限制和电流限制 把这些限制拉高之后 那么精准加速模式就会帮你自动超频 你看我们放宽了限制之后 系统就自动帮我们加速到了3.6-3.9G 轻轻松松还是很方便的 毫无疑问 2990 WX是有史以来规格最强的CPU了 AMD能给我们带来这样的怪物 还是非常让人兴奋的 但是很可惜 2990 WX也存在先天缺陷 内存通信的问题 导致它即便是在专业工作中也未必能做好 如果你是拿它来3D渲染的话 那完全没有问题 这个U能让你渲染到爽到飞起来 但如果你不拿它3D渲染的话 那我真的不建议你剁手了 你这个14000花下去 就只是买了一个盒子 买了一个手办而已 哪怕是像视频转码这样的多线程任务 2990 WX的表现都挺糟糕的 这个大核弹注定只适合那一小撮人 要我说的话 这一代TR2真正值得购买的 也就是16核的2950X了 所以我劝你 还是把这笔钱省下来 加几个内存条 加几个SSD 再换一个强一点的显卡 干起来肯定才不会让你失望啊 不过有一件事倒是挺适合用2990 WX来做的 哇 好热呀 热死了 根本睡不着啊 看来只能这么干了 看来只能这么干了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六十四 嗯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现成四列者2990 WX评测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点一个赞 分享一下 收藏一下 都是可以的 也别忘了关注我们的淘宝店铺 极客湾 数码港 里面有各种价位的游戏本 商务本可供你选择 性价比超高 快来选购吧 也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极客湾 还有我们的微博极客湾官博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也别忘了关注我和飘哥的个人微博 我们的各种见解会定期分享给大家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